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呢 在这个27号会见了大陆外长王毅 那这一次的会见呢 苏利文是特别从美国飞到了泰国去 然后呢在这个王毅呢 他在泰国访问的空档呢 去见了这个王毅 那双方呢在事后呢 也有一个记者的一个发布会啊 那内容虽然双方是谈了12个小时 其实12个小时算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 那白宫发布的新闻稿说 这一次的成果是坦率实负有建设型 这个说法看起来是比较中心的 那中方的官媒在央视上的报道说 这次是坦率实负有成果 所以看起来好像中方对于这一次的谈话 这次的会面是比较满意点的 老师怎么看 好 第一个他这个看时间 大概就说从两三年前啊 他们会见了之后啊 在那个时候是在阿拉斯加嘛 会见的时候大概就是平均 差不多就是半年左右 半年半年建设 他们要建设面 这个已经好像形成惯例了 可是呢这个半年呢 大概都是在外地 所以我说这个地点也很重要 不在中美两国之间 不在 哎对 你看又是两国的距离的中间 对 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家都不吃亏 因为你到我这来你比较远嘛 我比较方便嘛 对不对 我到你那去你比较方便 我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 哎 大家都不吃亏啊 所以我说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一般来讲都说哎我到你家去访问 到你国家去访问的话 哎 这个就这个 好像这个氛围上面啊 就比较好一点嘛 对不对 那可是呢 他们觉得说 可能我们的交情还没到这个地步 在第三国 还有很多问题啊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啦 所以说最好啊不要到你家来 也不要到我家来啊 那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内容啊 内容呢 他讲什么很友善啊 这个很有建设性啊 这表示说你共识很少 意思就是说共识很少 意思就是共识很少 意思就是共识很少 可是他们谈的12小时 谈的内容比较很多 虽然时间很长 因为你12个小时 因为两个人这个语言要翻译嘛 大概就是6个小时 就大家要折一半 那折一半的话呢 其实也算是蛮长的 那可是呢 我们看他那几个措辞呢 什么坦诚啊 什么这个友善啊 坦率 以及有建设性 有建设性 有建设性是不错啊 可是共识就很少啊 听起来是有点空洞 没什么关系 那如果说你真的有 123 我们达成了什么什么什么 共识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表示说 虽然大家都想见面 那可是呢 这个里头 问题还很多啊 那至于说谈什么内容呢 他们都没有公布 对啊 他是说坦率啊 什么什么有建设性 到底你谈什么嘛 连题目都没讲 那可是呢 那现在我们大概就外头去拆啊 对不对 那你拆了半天 大概就这几个议题嘛 第一个嘛 中东嘛 因为这个中东是 十月份才爆发的 这个战争 对不对 中东嘛 那台湾呢 那就是最近 因为选举完了 一个新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比较老的问题 比如俄乌啦 你看还有很多其他的 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 可是也是很重要的 什么晶片啊 还有这个卖武器给台湾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啊 都可以猜得到 那可是呢 重点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共识很少 这里面呢 当然我们觉得呢 就是因为最新的状况 当然就是 第一个是中东战争 第二个是台湾选举啊 那在中东战争爆发 是十月七号去年 爆发的第二天啊 刚好美国的那个 我们上次谈过了 就是美国的那个 参议院的多数党主席 叫做Chuck Schumer 刚好那个时候 在北京跟习近平在对谈 但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Chuck Schumer 他就提出来了 他说啊 希望中方啊 能不能够运用你的影响力啊 来影响一下伊朗 让伊朗呢 不要那么样的使劲 来支持这些他的兄弟们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这些在中东爆发战争的 这个重要根源之一 就是伊朗支持了这个 这个叫做黎巴嫩北部的 这个珍珠党 还有这个爆发战争的 这个哈马斯 还有南部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一些组织呢 全部都是属于所谓的 在回教里面 或是在伊斯兰里面的 什叶派 而什叶派的最大的领导人 谁就是伊朗 那所以说呢 美国看得非常清楚啊 他说哎呀你拜托 你可不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哎稍微的帮我们一把 使法力啊 因为影响力啊 这个这个这个要伊朗呢 不要那么样的卖力啊 那么样的来啊 跟这个其他的 像包括以色列在内的 这些势力呢做对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 然后呢那个 罗森伯格也来了 来哪里了 来台北啊 来台北 他当然也是要做一点姿态了 做点姿态给 给美国看 给中共看嘛 那另外呢就是像什么 葛来仪啦 什么要写文章啦 什么等等等等 这样一系列 下来到现在这个 这个王毅跟这个 苏立文的这个会见 那这里面就牵涉到说 到底是谁求谁啊 比较多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国与国 尤其是美国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呢 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组 双边关系 所以双边关系就是两个国家 可是这两个国家呢 因为都是很大的国家 尤其美国是唯一 是世界超强 所以说美国涉及到的这个 国际事务呢 可以说是 无所不在 无远佛界 无所不包 全部都包了 全世界都无所不包了 你这一句话就搞定了 对不对 那中方呢 其实现在也慢慢慢慢 也走上这条路了 意思就是说 他跟很多的国家呢 他们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尤其是在经贸方面 在经贸方面呢 很多国家都是 都把中国呢 都是作为他的这个 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不对 这个硬碰硬的 没办法 那所以说呢 就让这个很多的国家呢 都会认为说 这个两个大国 中美双方呢 他们的这个一举一动 可以说是动见观瞻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 我们看到的最新的状态呢 是说 第一个 这个中东的这个状态啊 越演越烈 对不对 我们没有看到好像任何要有 这个稍微平息的这种状况 虽然前一阵子啊 是有什么 交换战俘啦 什么的 那可是后来呢 又回复了 所以说让人家感觉到 这个地方好像 这个情况是 越来越危急 越来越危急 越演越烈 尤其又还有到鸿海 那鸿海那个 HUTIS 他又开始要打击 各国的船只 只有中国的 跟苏联 俄罗斯的不打 其他的全部都打 那这个东西 当然对于现在 整个全世界的 这个航运 以及这个能源 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老师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会 比较深入来讨论 我们刚刚再回到 就说这个苏立文 跟王毅的会面 那这一次我们看起来 苏立文算是 飞了大半个地球 飞到泰国去 那本来呢 这个王毅本来在泰国 就是有一个 他原本预定的一个行程 那看起来 似乎是苏立文 他是非常的着急 就说他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是需要立即跟这个 王毅来进行一个会商 来讨论 所以他变成这么急着 飞那么远的距离 因为本来以前 两方的飞行都是 似乎会选择一个 比较终点的地方 你飞一半我飞一半 中间一半 然后一个地点 然后来会谈 但这次看起来不是 就是这一次呢 也不管的 那那个苏立文呢 他就直接飞到了泰国去 跟王毅来见面 那最后呢 他们有达成 虽然老师刚刚讲说 就他们谈了12个小时 那扣掉中间的一个 翻译的时间 那可能实质谈的 大概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 嗯 外界不知道 他们到底实质上 谈了哪一些的内容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们敲定了两国在这个领导人 在春季会再次的通电话 所以呢 这个部分也算是一个 帮这个习近平 还有这个拜登 他们在接下来春季的时候的通话 来做一个前面的一个先行专的部分 嗯 这个你补充的很好 因为这个我正准备要讲 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成果啊 大概就是这一点啊 算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呢 双方都已经认可了啊 那可是呢 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 美方好像比较着急一点的 这个状态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啊 嗯 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个 美国的内战了 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 还包括川普啦 什么什么等等啊 意思就是说 现在呢 美方呢 因为马上11月要选举了 那你现在拜登 你可能对上的就是川普 那这个双方之间啊 再度的啊 来这个博弈 来竞争 那这一点呢 让拜登啊 这边呢 感觉到呢 好像有一点这个 招架吃力啊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声势啊 哎呀 这个我看 这个很难阻挡啊 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是呢 他的声势非常非常的高啊 而且呢 从民调来看的话呢 他还赢过拜登 大概五到八个百分点 对 那所以说呢 拜登这边呢 他确实感觉到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那压力一方面是从美国内部来的 那一方面是从美国外部来的 这两方面的这个压力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王毅跟这个苏立文的这个谈话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就说 因为 你现在美方啊 你是希望说 中方出来 帮个忙啊 甚至可以说是 来 不能说是调停 还没到那个阶段 老师这个意思 有没有一点点 就是说 美方邀请中方出来 共管 比如说现在包含了 中东的这个战火的问题 包含了台海的问题 他是不是有一点点 那么的意思 就是说 那毕竟双方都是G2 都是这个经济大国啊 那是不是 中美方邀请中方说 那一起来共管这些 国际上重要的问题呢 当然啦 实际上是这样 可是双方呢 都好像不太愿意 因为这样的话 又给人家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这个这样子的话呢 就他们双方呢 因为他们的两大国的影响力 都实在太大了 那所以说呢 他们如果说 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种动作的话 动见观瞻 那所以说呢 他们虽然不愿意说 好像我们就是两个国家 就来管理全球的事物了 这样子也会造成很多的 这个负面的这种印象 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两个好像 这个玩大国游戏啊 都把我们这些 其他的国家呢 都撇在一边了 那可是呢 这里头呢 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呢 有几个迹象啊 我们来检验一下 第一个 你刚讲了说 这个是 王毅刚好在泰国开会 然后呢 你苏立文飞了老远 十几个小时 对不对 飞过去 还两天一夜 对 还两天 还那么长 另外呢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啊 就说 我们这次选举啊 开票完 开票是礼拜六嘛 礼拜天 结果礼拜一啊 那个美国那个 以前的几个官员啊 他就已经坐在总统府了 资深官员已经来了 他已经来了 他来的是什么 他是礼拜天来的 那礼拜天来 如果说你在算他这个 坐飞机的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的票都还没开完 他就已经上飞机了 着急啊 急什么啊 对不对 来独军啊 这里面 还不止 也可以这样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想想看嘛 你们如果说 从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来看 中方啊 一直都在批评美国 说讲一套做一套 掏空一中原则 你说对不对 习近平经常讲这个话 他说你怎么讲这一套 然后做那一套呢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台湾 习近平讲了 你们不应该在什么武装台湾 他才不甩你 他们武器照卖 还包括还训练台湾的这个士兵 还要通过很多的法案 来保护台湾的邦交国了 什么什么一大堆 意思就是说 美国打台湾牌 那这个打台湾牌呢 就让北京呢 就很难受 那可是呢 你用这种做法 你不可能一路走到黑 意思就是说 我光打台湾牌 我什么其他的 跟北京在合作方面的事儿 我什么都不做 那也不可能 所以说呢 他偶尔呢 也要做一些事儿呢 让北京比较宽心一点 那所以说 我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就是说 你打台湾牌啊 一方面你可以踩油门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踩刹车 踩油门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又卖武器 通过法案啊 什么这些啊 让北京很难受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这个时机正确 让美国感觉到 我如果说 一直踩油门的话 搞不好两边就撞车了 所以说呢 我还偶尔要踩个刹车 那踩个刹车 这意思怎么踩呢 就是我要压抑台度 压抑台度 我要抑制台度 对不对 你抑制台度的话 那北京当然听起来 就 心就稍微的比较 可以宽松 宽一点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一直都在加油门 你不踩刹车的话 那到时候真的两边 就可能这个对撞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好了 我们如果说这个逻辑 大家可以接受的话 那你在什么时候 开始要踩刹车呢 就是当美国碰到危难的时候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10月7号中东战争爆发了 这个是一个新的美国头痛的问题啊 大问题啊 那美国当然是支持以色列嘛 支持以色列完了以后 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反了嘛 意思就是说 以色列用力过猛嘛 对不对 那造成这个 现在两万五六千人的死亡啊 受伤的更多啊 受伤的更多 五六万啊 那造成这种状况 那当然美国现在 他也自己觉得难辞其咎 那可是你说你要怎么处理啊 你拉着这个以色列 好像以色列又不听 他就是个自走炮 他搞他的 那很多的这个力量的 来牵制以色列 以色列根本就无动于衷 现在变成这种状况 那好了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那当然美国要从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的方向来 关注这个问题 来处理这个问题 怎么办 当然中国就是一个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可能的这个救命所 是竞争飞翔也是伙伴 对 好 那现在我再讲了 就说 哎为什么我们投票完了 这个美国人 这就是齐猴猴的跑来 做什么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里头谈什么话 我们也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他公开的 在报章杂志上的 他们所谈的这个内容 嗯 那我们仔细一看啊 哎 就这一次美国高官 跟这个上一次的 这个罗森伯格来的 讲的话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嗯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你才刚刚讲过的话 怎么你现在又来再讲一遍 对 那就这几句话嘛 对不对 我们不支持台独 然后反对单边改变现状 然后呢 希望这个双方的 能够这个 接触对话 就这些话嘛 对不对 跟罗森伯格讲的完全一样 两个月前 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遍呢 这里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就说因为现在美国 希望中方啊 你能够来帮我一把 那所以说呢 我在台湾问题上面呢 我也来 做一点这个工作 那怎么做呢 从美国的角度看啊 他在对付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 博弈跟这个应对 你比如说晶片 你比如说这个 还有卖武器给台湾 你比如说在哪些地方 你要对中共呢 来进行什么样的 这种制裁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啊 都对美国来讲啊 他是很难改变 而如果说你要在这些 很多的问题当中找一个 可以来对北京 示好的这个动作 你要怎么做 当然最好的就是 来压抑台独 压抑台独是美国 可以说是最软的一颗柿子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 你的这个绿营也好 你蔡英文也好 这个赖清德也好 你敢不听美国的吗 嗯 好了那至于怎么做呢 怎么做 其实呢 我 我的感觉呢 就是 他希望 两边要进行接触跟对话 好了那你怎么接触 怎么对话 对 你现在蔡英文跟这个 赖清德 跟这个赖清德 还有包括你这个 你现在这个消灭情 都已经被定性为台独分子了 你怎么接触怎么对话 嗯 那现在怎么办呢 只能够用联合政府的方式 因为刚好 赖清德呢 也有这个想法 对 意思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想象 因为520 他要有一个新内阁 对 对 你说这个新内阁都是绿的吗 嗯 他也讲了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吧 所以说了 包括隔魁在内 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说 这里面 有些可能是非绿的阁源 那这些阁源呢 是不是有可能 来跟对岸进行接触 跟这个对话 嗯 那否则的话 你说 你搞这些联合政府 那你说你搞卫生啊 或者搞什么经贸啊 搞什么这 那这些东西 你 你 你对两岸接触 有没有帮助啊 嗯 有限嘛 那当然我的想法呢 是说 可能他要从哪里开始呢 他要从海基会开始 嗯 因为海基会要换人的话 很快 对 对 你换一个啊 非绿的 现在是李大为啦 李大为可是呢 他也无所作为嘛 可是你现在反过来 你换了一个人 换了一个不是绿营的人 不管是蓝的也好 不管是白的也好 或者说是你向蓝银借匠 嗯 都有可能的 蓝银这里有非常多的人才啊 蓝银多啊 而且呢蓝银跟那边 保持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嘛 是 对不对 我们管道还是比较畅通的嘛 对不对 而且你现在 这个海基会呢 其实呢 它不属于政府单位 嗯 对不对 它属于这个民间的 虽然它是半官方的 可是它是属于民间的 嗯 那这些状况呢 当然就可以说 这个是一个 两岸接触 或者说是 两岸新的 内型的接触的啊 一种可能性 意思就是说 上面的都动不了 嗯 对不对 你赖清德啦 蔡英文啦 什么都动不了啊 那可是下面的呢 嗯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 稍微的 低政治的部分 稍微的 稍微的啊 这个 打个折扣啊 意思就是说 北京可能也会认为说 嗯 如果说 海基会啊 你换了一个白的 或者换一个蓝的啊 反正就是换人了 嗯 那这个可能就会让北京 觉得说 它还是有一些诚意的 嗯 那诚意是什么呢 那咱们两边啊 是不是就可以啊 来进行一些 一些接触 嗯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北京 连这个都不接受的话 那就原地踏步了 对 老师 老师这个时间点哈 因为在2022年跟2023年 拜登跟习近平 其实都有进步面 一次是在印尼的巴厘岛 一次是在加州峰会里头 都有进的面 但是 加州峰会部分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那所以这个时间上呢 接下来 呃 拜登跟习近平呢 会在春季的时候 会再通电话 所以这时间点 其实也蛮急的 这春季的意思 就是说 在台湾大选的 赖清德520就职之前 所以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 呃也敢在他在就职之前 先 美国 拜登先跟习近平 先通个电话 对于台湾的问题的部分 先稍微有一点点沟通 是不是这个时间点上 也蛮巧合的 不是 就是现在你刚刚讲那个三月份 嗯 对不对 那样子的话 等于说 老公子等于说是他在今年的啊 这个政策呢 叫等于说一个新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起步 跟方针啊 那 我刚刚讲了 为这个 赖清德的这个 我的想法呢 是说 赖清德之所以说 他可能会 呃 比如说在这个 呃 海基会啦 或者甚至陆委会呢 嗯 能够做一些调整啊 嗯 这里头呢 当然美方如果说能够出面 当然不能说是完全出面 意思就是说 我告诉你赖清德 我们有这个需求 嗯 意思就是说 什么需求我刚刚讲 就是双方的这个 接触啊 或是对话 嗯 我告诉你有这个对话 然后自己说怎么对话 你自己去想 嗯 那赖清德就等于说 我 美国给我了一个上方保健 嗯 那我就可以清除党内的这些 障碍嘛 哦 对不对 彼此都有台阶可以下 都有台阶 就美国给制造 创造一个台阶 给赖清德下 对不对 嗯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说是不是 那你内部的这些障碍 那就可以可以清除掉了 听起来是双赢的做法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老美可以去老公那边邀功啊 你看他说你看 这些都是我弄的 摆平了 对不对 哈哈哈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老公就想说 那他可能是说 哎 伊朗哎 你就少放个泡 耐心的也松一口气 对不对 那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走这条路的话 那对于美中之间 尤其包括在美中台 这个三方之间呢 嗯 确实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啊 这个情势展现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绷那么紧 对 因为你想想看嘛 因为如果说啊 绿营在立法院过半 好了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情况 嗯 对不对 那你美国你要怎么做 他说我已经过半了 我怎么当然我这个 这个以后的那新的内阁 我要全部都是我的人啊 结果现在算了不过半 对不对 那现在你刚好不过半嘛 嗯 那不是刚好跟美国的这个利益 是完全契合的嘛 嗯 然后呢美方来跟你说一下 然后呢 你就拿我这个上方保健去 排除 排除内部的这个障碍 嗯 那这样的话 那你不是弄些人事安排 人事安排 你就可以跟北京这边 开始进行对话了 嗯 那这样子的话 两岸之间的这一种 这种危机的啊 这种情况呢 就可以稍微的缓和一点啊 因为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可是你最起码 你这是一个起步 然后你看看 说到底海激海邪啊 是不是有可能啊 到时候呢 啊恢复这个对话啊 嗯 然后呢 包括这个这个观光客啊 比如说你的也来 我的也去啊 什么什么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等于说我们一步一步的 从这个比较低沉的啊 这种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流啊 哎 开始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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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到三月份啊 看他们两个啊 怎么谈的 然后等到五月份 然后呢 再来看啊 你这个这个 内阁里面 你到底要用 怎么样的方式 来来做新的安排 嗯嗯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可能 这是一个最好的 发展的 对 可能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不是这样走的话 嗯 那你不就回到 蔡英文时期了吗 嗯 那就倒闭就老死不想往来 嗯嗯 对不对 嗯嗯 老师不过我们看到这次好 苏利文这么急的到泰国去跟王毅会谈 那大家认为说因为美国自己本身呢 呃 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内政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人都要见到说 美国内部有一些危机 一个就是他内部很有可能会发生 政治的尖锐的一个分歧 很有可能会发生内战 尤其有人就是从几个呃 判断的目标去呃 检视之后 就认为说美国如果发生内战的 这个可能性其实是还蛮高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自己本身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 现在是正逐渐在示威当中 之前的超级霸权的一个角色 似乎现在也在往下走下走往下 所以老师怎么看 就说呃 这次美国苏利文这么的紧张 这么的召集也有可能是因为 在今年十一月他们在大选之前 这个外面的这些部分 要先都先搞定 不然因为他内部的内战的部分 可能状况也是不是很很乐观 就是最近啊 就是因为这个川普啊 来势汹汹来势汹汹 那使得美国的很多的 包括他的媒体 包括他的学者 用了几个字眼啊 是以前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 比如说希特勒 他把这个川普和希特勒 做比较 上一集我们有讲到 就是川普很像是希特勒2.0 这个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的啊 第二个 因为川普到底他选了还是美国总统嘛 那你把美国总统怎么跟希特勒 都把它做对比呢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个 有的学者呢就直接讲了 他说如果川普选上了三次大战 第三次大战爆发了 哎呀这个东西以前也是 极端无法想象的事 那第四个呢 第三个呢 就是说 现在啊 就是因为这个 墨西哥 跟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边界上面 这个难民啊 这个涌入美国 这个难民当然是从这个南美洲这边来的嘛 这个很多的国家啊 他都是从南美洲这边过来的 然后呢 涌入美国了以后呢 这个事情其实呢 已经都有相当长的时间 一两年了啊 可是现在这个人潮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在美墨边境啊 这个德州啊 这个Texas啊 刚好就是首当其冲 他又是美国这个州的边界 又是国的边界 又是州界又是国界 那所以说呢 这里头让这个 这个Texas的这个州长啊 就是Abbott 他呢 感觉到呢 这个现在已经是无法忍受 所以说他要竖起高墙 包括铁丝网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要来阻挡这些人啊 希望说你们这些人啊 这个最好都别进到美国来 我们这边已经受不了了 他是这个态度 结果呢 这个拜登啊 因为拜登啊 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禁止这些人到美国 因为他们是主张什么呢 他们是主张人权 是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德州州长啊 他是觉得说我负担不了了 那到底是哪个重要的 好了 结果他们这个 拜登呢 就把这个案子呢 弄到这个 美国的最高法院 结果最高法院呢 还支持拜登 好了 这下子 那这个问题就闹大了 对不对 那个州都要搞独立了 哈哈哈哈 其实德州本来是独立的 对 独立的后来又 又脱离墨西哥 然后又加入美国 那 这个当然跟这个 现在没关了 那现在重点是说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 执政的这些州啊 全部支持德州 他们甚至还派了他们的国民兵 现在有好几千人啊 还有那个几百辆坦克 国民兵都有坦克的 不是一般 他跟军队很像的 就派到这个德州来 那现在呢 拜登我看一个头两个大 到底你要不要 让德州的这个州长呢 把这个边界封起来 还是说你要打开一个洞 现在就说到底是封还是放 这个一念之间 就会让这个两边啊 就是这个德州 加上25个共和党的州 跟拜登做对 那所以说呢 这里头 让人家敢 让这些媒体也好 这些学者也好 他就提出来了 美国已经陷入内战的边缘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呢 比如说你希特勒啦 比如说这个内战啊 什么你像这个第三次大战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说什么你现在 美国就要走到这个地步了 可是现在 看这个内战啊 可能我是觉得说 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太可能了 几率不大 可是呢 小规模的摩擦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现在是 等于说是两军对垒啊 是说 德州的国民兵 跟其他州派过来的国民兵 跟美国的啊 这个军队啊 开始对垒了 嗯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办 那你现在这个边界 因为边界 现在这个动作到底是 你要封还是不封 还是说你要有什么样的妥协 现在僵持在内 而这个所谓的内战啊 其实啊 这个老早大概说四五年前啊 美国就有学者 而这个学者呢 他是替美国CIA啊 在做研究的 专门在研究恐怖主义 还有政治动乱的 对 他们是研究什么呢 他们是研究啊 全世界啊 很多的国家呢 为什么都爆发内战 嗯 所以说他们做出来了一个 这个研究成果呢 对 是说你爆发内战啊 一定有好几个因素 嗯 包括你比如说 你这个对少数少数民族 对 有些什么残害 老师我这边念一下 就是说他有两个最佳的指标 其中一个是看 是不是五体制的半民主 那第二个呢 是看国内有没有兴起利用 种族宗教或者是族群分歧 来汲取政治权力的风潮 那这个学者呢 他在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 之后回头来看看自己的国家 就发现令人惊讶的是 美国现在两个都有啊 哈哈哈哈 吓死人了 而且他这个书啊 是老早在2021年就已经发布了 嗯 其实还更早啊 那2021年那个时候呢 大家觉得说开始重视了 所以说他就现在这个 这个女教授叫做Barbara Walter 嗯 他呢就到处巡回演讲啊 就告诉美国人啊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这个 内战的边缘了 而且呢他还讲了 他说将来可能的引爆点是什么 他并没有讲这个难民哦 嗯 他难民他虽然是讲了 可是没有讲到说难民 会造成这个两军对垒啊 嗯 他没有讲到这个地步 嗯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说 因为上一次的这个选举啊 川普认为他是被骗了 被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才到成这个2021年这个1月6号 嗯 这个有报名啊 冲进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国会大侠 对美国的国会山庄嘛 嗯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案子还一直在审吧 好 那川普以及他部分的支持者呢 始终认为他那个时候 是被人家做掉了 嗯 被人家做票做掉了 他应该是要赢的 他应该是赢的 嗯 他应该是这个赢家 那可是呢 现在这个 这个我刚讲这个教授的 Walter Walter啊 这个教授呢 他就想了 他就认为说 万一啊 嗯 这一次的选举 就今年的选举啊 如果说 双方之间的这个票数啊 非常接近 差距又很小的时候 差距很小 然后呢 有一方说 对方做票 好了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变成 可能的一个引爆点 内战的引爆点了 对 这个是他的 就说这个是这个 Walter教授 是他的这个预想 他说万一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 因为上一次的那个阴影啊 甚至说上一次的那个影响啊 都一直还存在着 对 那如果说你这次再来一下 好了 那这个两边的人 另外一方应该不不愿意善罢甘休了 两方的人马 那绝对是 不会散罢甘休的 尤其是川普这边 哎 你想想看啊 川普现在有一个什么现象啊 就说因为他现在有好几个案子 还在审判当中 对 甚至呢这个 这个最高法院啊 还有可能判决说他 没有选举资格 就是剥夺他的选举资格 因为他犯了某些什么 什么叫罪 好 那可是呢 你发现一个现象啊 是说他这个罪啊 比如说在法院审判的这个项目越多啊 他的支持率越高 嗯 这话怎么解释啊 这蛮奇怪的 哈哈哈哈 这个很难解释的 这个除了是说 反而是激发的支持 对 有很多民众啊 是会觉得说川普是一个受害者 嗯 所以博德同情啊 是 这个司法越来审判他 你说司法算不算打压呢 我是觉得说美国这个 这个司法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还是独立吧 对不对 应该是非常公正的 对 那怎么可能说啊 这个司法是有什么政治目的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想象 对 可是呢 他就会被某些这个川普的支持者 做成司法打压 或者说是这个司法机关 有他的政治目的 嗯 他用这种解释 嗯 那你怎么办呢 那这个东西就 就很难了吧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现象是怎么解释呢 在我们这个学界呢 当然我们也只能够说 把这些 把这种状况啊 把它视为是一种民粹 或者典型的民粹主义 嗯 因为民粹主义里头 有这个重点呢 是说 他是反历史 反现状 而且反精英 嗯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的这些 政治人物也好 你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也好 包括经济这个发展也好 因为你们这些 整体的这个现状呢 对于某些人来说呢 并没有 他并没有从中获利 反而是从中被害 那所以说他是反现状 嗯 那现状当然包括了很多了 包括你的政治啊 经济啊 司法啊什么的 全部都包括在内嘛 那所以说这群人 那在美国呢 现在看到的 好像是 这些这个人的这个声势啊 日益高涨 嗯 还有一点啊 是说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状况啊 我问了好几个美国的朋友啊 嗯 他们都给我的答案都差不多了 嗯 我说你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嗯 他们都说了呢 就说 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 强人出来 有一个强人出来 不像是传统的这些政治人物 嗯 要有一个强人 然后呢 带领美国走出困境 嗯 这个就像什么啊 就像那个 以前 二战前的这个希特勒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 这个德国呢 也是受到内外的啊 这种这种冲击 他们民众呢 也是希望有一个强人出现 然后带领这个国家呢 走出困境 嗯 结果呢 啪一下打仗 哈哈哈哈 所以说这种 期盼强人出现的 这种心态啊 嗯 在美国呢 尤其是共和党 嗯 那是非常普遍 嗯 那因为他 他是觉得说 你像拜登这种呢 这个软啪啪的 什么事呢 搞不好嘛 这什么事情都 这个弄的这个 半吊子 对不对 而且问题一大堆 而且年纪又那么大 等等等等啊 所以说呢 他们希望说 我们来一个新的人物啊 当然这个新也不能算新了 可是他的做法是比较新的 做法比较新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他跟以往的人 完全都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跟金小胖见面 啊 这个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比如说普丁 你们都说他是坏人 哎我说他是好人 嗯 我就是跟你做对 嗯 对不对 就是故意要走人家 完全不同的道路 嗯 就要用这种方式啊 就有点像什么 打麻将啊 嗯 嗯 如果说你手机都一直不好 嗯 哎呀换个人了 跳跳土 哈哈哈哈 我好像有这个习惯了 快要过年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 在家里打麻将 对不对 那现在他们就是这个 有种有种想法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换一种状况啊 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领导啊 由他们呢 看看是不是能够啊 改善我们当前的困境 嗯嗯 哇这一点啊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川普他的民调 是高过于拜登很多的原因 再加上之前在这个 有一个世界精英论坛的时候 那其实与会的很多的精英 他们都私底下说 他们认为川普会捐土重来 川普应该是会当选 所以我们预设就是说 在年底之后 可能是川普会执政的话 那其实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啊 对于台海的一个 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尤其他的一个个性 这里头变数在哪里啊 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些相关人士啊 胆战心惊啊 第一个 他说那个乌克兰 我一天之内 就把那个战争解决了 果然是强人的作风 他的意思就是说 乌克兰啊 你就让让步吧 哎 因为我跟普丁啊 巴蒂巴蒂 我跟他好朋友 到时候呢 普丁要什么你就同意吧 那当然就解决了嘛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呢 现在共和党啊 他们从去年开始呢 他们已经显露出这种 战争疲乏的这种态势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把这个钱啊 全部都放在那个 投资给乌克兰 我们这个南部的边界啊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这边也要花很多钱啊 所以说这些钱呢 应该把它花在我们自己 这个国内啊 不要军动到 不要军动这个乌克兰战争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很紧张了 对不对 万一真的川普上来了 或者说拜登现在受到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影响 那他也开始对这个乌克兰这边啊 也开始这个保持距离了 那这个东西 那你乌克兰 那你当然这个普丁就高兴了吧 对不对 那就整个啊 这个就要什么样的谈判的话 那你那你那你 那你你这个 托勒斯基你 你怎么跟普丁谈啊 你后面已经没有没有支撑了 没有支援了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案子人家一想说 哎 你如果说你这样子对待乌克兰 你会不会对待台湾也来这套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而且还有什么迹象呢 就是说他曾经受访啊 人家就问他了 他说哎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你觉得美国会不会保护啊 哎 他顾左右而言他 他没有回答 他没回答 哎不像拜登啊 拜登讲了四次 他说我们一定保护 保护台湾 很清楚的 只是说拜登讲完了以后呢 他的国务院跟白宫啊 就开始帮他洗白 他说哎 我们还是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啊 他说这个 他没有说他讲的不对 可是呢 那他们两个唱双簧 嗯 最起码你还拜登 还自己 从他的口中 讲出来了 说哎 他还愿意保护台湾了 但是川普都没有 讲了四次啊 对 可是现在这个川普 嗯 是不是讲 哈哈 让人担心呢 就让人要担心了 而且他还说了 他说你台湾 你都把我们的晶片都抢走了 晶片原来在美国制造的 怎么现在就全部跑到你们台湾去制造 他搞不清楚啊 是他们不制造 所以才到我们来制造 所以说了他不管了 他不管这些 他不敢这些啊 他就把这个罪过呢 就丢给台湾 哎 这个台湾 感觉很不友善 哎 对不对 到底哎 再加上一点 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嗯 你跟他讲什么 人权啊 什么价值啊 他跟我看不上 这个 因为我们以前 中国传统也是类似的 生意人是什么呢 这个 商人啊 重力 轻离别 轻别离 对不对 他只看他的钱 只看他的利益 剩下的什么这个伦理道德啊 什么的 他都没兴趣了 同样的 川普我看 也是一样 有类似的倾向 意思就是说 你像拜登啊 他还没事搞搞什么新疆啊 什么人权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你说川普有没有弄这个 他不搞这一块 他就是跟你实际的啊 跟你来做交易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的预判 如果说川普当上的话呢 他可能会对中方呢 他会再提高 他们的啊 这些 这个进口税 就让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 产品啊 更不容易输入到 美国来 这可能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 让台湾这边 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 交易 万一老公那边开个价钱 台湾就被交易了 搞不好台湾就被卖掉了 哇那这个东西 这个当然这很多人 那就不晓得怎么办了 那所以我是觉得啊 现在啊 这个台湾这边啊 不管是现在的政府 还是未来的5月520以后的新政府啊 都应该赶快的跟对岸 要进行这个对话跟接触 而且我们刚刚说了 现在如果说 你在这个新政府里面 你要搞一个联合内阁 那联合内阁 就有一些可能的阁源啊 他来处理这个 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的这个事物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 如果你这里没有这个基础啊 到时候川普跟北京那边一谈 好啊 台湾的前途 我看他也无所谓 反正他就要谈个好价钱 这是赖清德必须要在 他这之前必须要处理的 我觉得手机挂式最重要 就是要轻巧 在身上不会有负担 然后又很方便 可以随时呢 可以拿起手机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几乎手机都不离声 好 那这个live我非常的有趣 就让人家觉得是 我随时在线 on air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是可以移动的 就是说会跟着你的衣服啊 它的长度 然后来做移动 因为长辈呢 有时候手忙脚乱的东西 要拿很多 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如果过来身上的话 对长辈来讲 就随时他就可以拿起来使用 而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是 我的登山的好朋友 因为登山的时候都很想要拍美照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又要拿登山帐 很不方便 可是如果有挂绳的话 其实他就可以随时拿起来拍美照 然后呢随时可以来 呃继续的登山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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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